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作为他一个基督教徒 他其实很谦卑 很humble 他觉得说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 上帝有这个让他机会在不同的球队打球 也就是要让他体验各种不同角度的一种人生 他的态度是非常豁达 也是非常的令人敬佩 也觉得这个信教的人有这样的一种信仰 让他在面对各种困难问题挑战挫折的时候 他能够如何能够很顺应这种环境 然后能够继续的打拼下去 我觉得这股动力跟这股助力 对他而言很重要 对一些信主的人我相信也是非常重要 相对的 另外在他们同队的另外一个主要一个球星 就是所谓Candler Parson 他也在上个礼拜跟小牛队签下合约 因为火箭队决定不跟进这个报价 觉得太贵 所以不跟进这个报价 那Parson他也觉得 OK好 我觉得是时候让我离开了 他在敢言的时候 他说在这个小牛队跟我提出这个合约的时候 我觉得我也有受到球团的尊重 而当火箭队一直号召说要组成三巨头 而希望能够把James Harden或是Kamelin 或是纽约队的甜瓜能够找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备受重视 我觉得那我是谁呢 我相信在火箭队这次寻找球星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伤了不但是林舒豪也伤了Candler Parson 因为他觉得说我不就是这个球星吗 我不就是在火箭队来讲的一个第三号得分支柱吗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三巨头 那我是在球队是算什么呢 于是当小牛队张开双臂欢迎他 然后跟他说你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球星 你是我们需要的一个巨星 我们愿意花这么多钱帮你签下来 让你这三点都能够为我们来打拼 而且他也觉得说教练对他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教练愿不愿意就是重用他 他觉得很好 所以他就很欣然的就同意加入了小牛队 离开了火箭队 而火箭队觉得说 Yeah it's fine 所以他们就用更便宜的价钱签了一个 他们在四年前曾经wave掉 也就是说曾经放弃掉的一个自由球员 Ariza从巫师队回到火箭队 而最令人觉得发酵的一段最近的一些事情是火箭队的中锋Howard 他在Atalanta的一个篮球营里面受人访问的时候 受人访问就说请他评论一下这个Parson 他离开火箭队到小牛队的影响 这个Parson他真的是 不是Parson 这个Howard他是说我们这一队有我有James Harden 这是一个最好在NBA league里面最好的一个center 还有最好的两个后卫 我们觉得Parson的离队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It won't affect us at all 一点影响都没有 虽然Parson是一考权 但是对我们have no impact at all has no effect at all 我觉得Howard他是脑筋坏去了 第一Parson曾经是在他 这个Howard在考虑加入火箭队的时候 是吉利邀请他来的一个游说的一个说客之一 不论怎么样他是有一个情谊在 你怎么可以说他在他在离开球队 对球队一点影响都没有呢 难道说他以前在球队上是一个 基本上是不重要的角色 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的一个角色吗 第二你说你是best center in the league 立马帮帮忙 best center 为什么能够在最后几分钟的时候 不愿意被教练所用 因为人家当你一骇客战术 你的罚球都罚不尽的时候 你如何涉嫌你是自己是the best center 然后当你在进去打球的时候 你也只有一招 就是把球传给你之后 就硬往篮下挤 从来不会把球再传出来的来回倒球 就是硬往篮下挤 人家两个人一夹你 你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这叫best center 就是在NBA来讲 有一些球员他们的球技很好 也懂得谦虚 甚至不要说你谦虚了 就说你就该讲你该讲的话 一些不该讲的话 你讲出来就跟在球场上的球技一样 一眼就看穿了 一眼就看破了 也不过就是耳耳而已 在NBA来讲 你也许不是最差的中锋 但是绝对称不上是最好的中锋 也顶多顶多 也就属于中上级的中锋而已 你想要靠你跟哈登这两个 这两个人能够拿下冠军 再加上Ariza 好吧 慢慢等吧 也许有一天 奇迹发生了 世界改变了 或是其他球队罢工不打球了 也许才有那么一天吧 在那之前 我觉得 Howard 你真的是 假如你的离队 对火箭来讲 它真是 has no impact has no effect at all 这是我的想法 另外就是最近 在乌克兰跟苏俄的边境 有一个马航 可能是被 新苏俄的这个民兵反抗组织呢 用飞弹击落 造成了200 接近300个人的一个 在这么多乘客的死亡 这个事情呢 基本上 在目前来看 所有的迹象来显示 可能是因为马航 他们飞离了 原有的航道 因为有暴风雨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航道 往北调了差不多 几百公里 两三百公里 而进入了一个 属于有战争危险的一个区域 而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在乌克兰的 亲苏俄的反抗军呢 他们以为是一部 乌克兰的运输机 所以他们就发射了飞弹 将这部客机打了下来 目前当然所有的乘客 都已经不幸罹难 而在这个事件中呢 在目前为止 总统经常来看 是这样的一个发生 而这个亲苏俄的 这个乌克兰反抗军 或是民兵组织呢 他们所受到的支援 当然是受到俄国的支援 也就是普丁政权的一个支援 他们才有这样的武器 而在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呢 美国总统欧巴马就跳出来说 这完全是苏俄的一个阴谋 苏俄在后面的一个support的一个 或是苏俄的一个 这个俄军的造成的这个事件 他们要为这件事情好好负责 我觉得有点跳到结论太快了 相对的在德国的总理梅克尔他就说 现在不论在我们找到真相之前 找到到底是谁把这个飞机击落下来之前 我们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呼吁大家能够停火 就不要再有这种飞弹啊 或是军事行动在这个区域 就等于呼吁大家 不论是乌克兰也好 亲苏俄的民兵也好 反抗组织也好 俄军也好 在这个区域 大家都不要再动武了 不要再发生这种武器上的这种 商人的事件 或者是造成飞机 或者是whatever 那种在运输上的一种非常大的 一种恐怖的威胁 先解除这个威胁 让大家能够安全平安的在天空上 客机货机能够平安的在通过这个区域 大家不要再为了这事情再先把武器放下 先把杀伤至人与死的这种武器放下 大家先谈谈吧 再来找出这次事件的 这次事件的真正的该负责的对象是谁 假如真的是俄军在后面的支援 那未来的制裁行动再来展开 而第一步的行动其实不应该就是谴责制裁 而是先要呼吁停火 把这事情先压下来再说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 虽然身为一个美国人 但是我还是要觉得说 在德国的这个梅克尔 他的脑筋还是比较清楚 欧巴马他有这么多的测试智囊 在后面为什么会这么快跳出下这个结论 然后就马上就指着对方的鼻子骂 我觉得似乎是有一点操支太极 而且有点太过 因为中观历史上来看 发生军方或是说是一些就是地下组织 把飞机打下来 民航客机打下来的事件 也有好多起 而美军事实上也曾经做过这种事情 他也曾把一架在伊朗上空的一架飞机呢 民航机给打下来 而这个事情也曾发生过 那目前来看 其实我相信大家原本可能都都是无心 也都是说不不晓得这是民航机的状况下 把这飞机打下来 那这种状况下大家都有责任 也不是说大家都有责任 大家都有责任先放下武器 先不要再马上大家剑拔弩张 大家飞弹相向 大家你打我我打你 应该先把武器放下 大家先来再来好好谈事情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到底大家来研究解决说 到底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避免 该赔钱的该制裁的 我们那时候再来谈 而不是现在就马上跳出来指责别人骂 毕竟美国你也发生过同样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当然我们很觉得很遗憾 也很悲伤 马来西亚航空上 这么多的两三百个人 就这样一下瞬间就消失了 就在他们生命上化上了一个终点 但是亡者已逝来者可追 我们如何在未来能够 希望各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武器的这种冲突 不要影响到老百姓 不要影响到平民 大家都能够 最好是能够做下来 能够把事情谈清楚 我觉得 这是会比较好的方法 也希望 这马行能够 好好 对这些家属能够 表示他们的赔偿 表示他们的慰问 能够对这些家属有些慰问之意 另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就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 也在上礼拜天结束了 而最后是由德国队 他们以1比0的比数在延长赛拿下一分 打败了阿根廷得到了世界冠军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觉得说是 冥福其实实至名归的一个比赛 也就是说德国队 其实大家来看 其实他们是有准备 准备充分 战将的战力能够平均 而且他们对战术 对战略的这个运用 简直是私私入扣 完全是在计划下 能够从准备到参赛到最后决赛 他们永远是走得非常稳健 他们没有侥幸 他们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意外 也没有把希望摆脱在什么某某球星上 他们都是团队合作 这点非常重要 而德国队为了准备这次世界杯呢 他们已经在几年前 他们就自己花钱 在巴西建了他们自己的选手村 巴西的选手村呢 他们盖了好像不知道多少年 都一直还是在最后 比赛快开始前 才把选手村零零落落的盖好 而德国呢 早在几年前 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的选手村自己盖好 然后里面他们自己的规划 自己的设计 自己的这个建筑 都通通自己来 所以呢 他们进展非常快 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个选手村 他们自己的选手村给盖好了 所以他们的选手 能够早一点到当地去模拟 去练习那边的环境 同时呢 可以很小队 可以整个聚集在一起 不断的研究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 而且对于其他各个对手的 球队的这种战术战略 跟球员的这种动作的分析 他们也做得非常的扎实 所以呢 他们这次得到比赛的冠军 也其实符合大多数球迷 或对这球赛关心的观众而言 是一个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觉得好像说在 各种赌 就是这种网路赌场的 这种赌赛当中的大部分 一致都是看好德国队会得冠 而德国不负中网 也就拿到这次冠军 也恭喜他们 希望他们这个高高兴的回去 能够好好享受这场 世界杯冠军的这种荣耀 其中有一个这个足球元老 德国的足球元老 他也是克罗哲宁 他是德国队已经踢过 不晓得三界还是四界 世界杯的这个元老级的球员 他的这次表现 依然是非常的稳健 而且非常的犀利 在中场的部分 他不论是助攻 或自己有头顶球 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而这位老将 他也是有非常不同的经历 他以前是属于非德国的这个居民 等于是后来规划入德国之后 他开始学德语 然后呢 他从小的兴趣就是踢球 这样子慢慢后来成为德国的一个 最有历史最有价值的一个国家队的球员 所以这个也是在四足赛之后的一些令人 让人兴兴乐道的一些小故事 好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音乐导师阿坤 要我们带来一首由肖敬腾他最新的专辑的Song 里面的一首歌叫Kelly Kelly这首歌是 现在在台湾热播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里面的片尾曲 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 都是肖敬腾他自己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看这首歌 谢谢 来自星星的你 来自星星的你 不愿也不尽 但就在这一秒 停止在时空里 你 拯救了我的心 拯救了我的心 拯救了我的你 我再 我再也不愿面对离别 我愿意拂出一起拥抱你 Kelly Kelly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 来自平凡的我 不明也不爱 但就在这一刻 你震动我的心 赋予了我生命 也赋予我能力 我再 我再也不愿接受离别 耶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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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付出一起拥抱你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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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 我掌揚你 그런海 cuts Oh no 天理 天理 Yeah no 我願意不去一起擁抱你 Oh no 天理 天理 我只願為你一個人存在 Baby Kerry 天理 Yeah no 我願意用我一生來交換 Oh no K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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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呢,我想谈一谈最近看完了一套书,这是由原来的行政院院长刘兆玄,他的笔名上官鼎,在他封笔几十年之后,从行政院院长退下来,所写的一套武侠小说叫做《王道剑》,之前我也介绍过这本书,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机缘,就是刘兆玄的上官鼎,他在退休后呢,曾经受他一个同学之邀, 这个同学在大陆呢,在福建那边开了一个电子厂,那他一直邀请刘兆玄去参观,结果刘兆玄一直没有机会去,可是呢,等到刘兆玄退休了,他这个同学呢,也不幸病逝,那刘兆玄觉得很遗憾,那时候答应他去,结果同学去,结果一直没去,现在同学去世了,他就想要完成他的遗愿,就想去那边参观一下, 就到了那边参观之后,就是跟那边结下了一个缘,就是说那边呢,跟他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有关于明朝建文皇帝,那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死在,那个靖康之乱当中,而是逃到了福建这边,变身或者说是变庄,或者说是做了一个和尚,在那边隐居了多少年,直到他真正去世为止, 他在当地呢,跟那些医老啊,那些当地居民啊,跟一些文物管理委员会呢,不断的接触聊天,或者说是探访,参观了许多在福建沿海的一些寺庙,也看到了很多,他们认为是建文皇帝的,遗留下来的一些,种种的一些,包括说像文物,还有一些坟墓, 这些坟墓呢,在福建沿海有一个坟墓,是在2008年发现的一个坟墓,而这个坟墓呢,也非常具有一些隐喻的象征,这是一个皇帝的陵墓,经过这些种种的接触呢,他跟福建这个地方的人呢,有了种下的深厚的感情,他觉得说,这种种的这些遗迹呢,或说这些遗像呢,实在是一个很适合做一个文创产业的一个部落,那他也发了一个奇想,就说,我何不利用这个 这个构思呢,文创的思路,去写一本武侠小说,于是他就写下了这本武侠小说,而透过这本武侠小说,也让我能够进入了那个世界,让我了解说那时候的一些文物的,或者说那时候的故事的一些脉络发展,在明朝,那时候自从朱元璋,他的儿子当皇帝,然后他儿子的儿子在当皇帝的时候,怎么样遇到他的叔叔燕王,叛作靖康叛乱,然后怎么样切占了地位, 把剑文皇帝想要赶尽杀绝,这种种的又是一种缘分,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味,也进入了那个世界,而这本书呢,五套书,其实,与其说是武侠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历史上的一部, 拜官也使吧,因为他其实讲,琢磨于,等于说武侠的部分,其实,可能大概只占了一半,而其余的一半呢,他必须cover了很多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包括从朱元璋,他如何让他的儿子继位, 儿子继位之后,又怎么样,在他的孙子继位之后,怎么样,他的叔叔又怎么样,野心大大,野心勃勃地想要自己做王, 然后这个中间的脉络,以及这个燕王成功地把这个剑文皇帝赶走之后,又怎么想利用郑和, 以及怎么样想利用一些他的一些臣子来寻访建文的下落,所以才有了郑和下西洋,这种种的历史故事,上弯顶他必须把他这一贯的脉络, 把他整理好之后,要能够把他的,融入他的武侠故事当中,而这武侠故事呢,也必须追随着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跟痕迹, 跟人物的移动,他必须把他串联起来,所以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 因为这种缘分,在第一次听赵少康访问刘兆全的时候,有了这个印象,让我们能够进入这本书,了解这本书, 而让我们有机会看完了这五本书,对那个时候的一些发生的故事,就有了一个很多的一个回想, 这本故事呢,我觉得难是难,比一般,他以前写武侠小说,我觉得更困难,因为在于说, 以前的武侠小说,他写的武侠小说,基本上等于是一种天马行空,他只要简单的交代一些历史上的背景, 表示说,这是什么朝代,什么年代的一些故事,那人物跟历史可能都没有太大的关联, 所以你可以天马行空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但是对于这套书,王道健来讲, 因为他跟历史的部分粘合得非常的紧迫,所以他必须跟历史的脉络一路相承下来, 要能够平行的发展,让武侠跟历史能够不离不弃,能够一直的在一条线上往下走, 从三代,等于说四代之间,这个四个皇帝之间,整个历史的脉络轨迹呢, 他要跟着武侠的故事一路相传下来,而不能够有太大的背离,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写起来比以前他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具有更深的难度, 但是也因为他的功力深厚,他能够把这些故事能够衔接起来, 能够把郑和啊,或者说那时候的一些发生的一些, 就是说燕王叛乱时候的一些心路啊,一些心态啊, 以及他怎么样的,用一些,就是跟武侠本身要怎么样的连接, 能够发展出这样的历史的一个背景,我觉得这的确是不容易, 也感觉他的功力,这个刘兆玄,或者说是上官邸写这本武侠的时候, 功力的确是没话讲,但是假如说你是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让人感觉到说,啊, 这不是一套非常,非常令人拍案教学的武侠小说, 而是一个能够结合历史跟武侠的一个历史武侠小说, 而他最后呢,也等于说,想要替武侠小说创造一个新的里程碑, 就是说让所有的招数在之前之后, 怎么样能够在,在他的历史,在这个现代的社会中, 现代的2014年,能够让武侠小说走入另一个境界, 他也不断的,我想刘兆玄上官邸,他也不断的在构思, 你的武侠的招式要怎么样描述, 你的这个所谓武者,侠者,你的武功招数, 在现代来讲,你怎么不能跟20年前,30年前, 用同样的招数不断的这样,就是说来运用, 而是想要怎么样突破创新, 所以你也看到在书中的这些武侠大者, 他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创新, 说要怎样走出一条自己新的路, 能够突破到武侠的另外一个境界, 我想这也是上官邸, 他在写这本武侠小说的时候, 他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些思想, 以前也有人问他说,像赵少康也在访问他的时候, 也谈到过说, 他这本书跟现代的政治发展, 有没有什么契合,或者有一些相关联的东西, 在我来看,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关系, 但是让人可以感觉到说, 在你写一本书,或者说在个历史发展中, 当你想要突破你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样想出一些东西, 而你怎么样让这个突破想出来的东西, 能够跟你一路的思想的背景, 能够契合,讲得有道理, 这个是很难, 那他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而最后的王道健, 也就是说突破了自己, 将所有的武侠招数都能够合而为一, 而不需要去另外创造一套, 自己的一套招数, 我想这个就是他想最后能够突破到武侠的至高的境界的一种写法, 我觉得跟他的书本身来讲是一个有很好的一个契合,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的部分, 所以这本书在这边向大家来推荐王道健五本书,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买来看一看, 好, 谢谢各位这礼拜的收听这个节目,